在汐止香掌路一段的公车站牌 因为下车的地方没有人行道 再加上旁边就是花台 使得民众下车之后 就得走在大马路上与车针道真的很危险 只是要坐人行道还需要一点时间 21号的下午 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和公车业者协调 在车子开进总站内 让乘客来上下车比较安全 可以看到一下公车行人根本没有地方走 因为后面就是花台 而前面就是马路 这里是香掌路一段的公车站牌 如果从大同路方向过来 在这里下公车真的很危险 只是反应了好久都没有改善 我们接触这个东方山的一旗 二旗还有怀石 以及全民机与站远话题 这些居民很多人的反应 这个地方的站牌 在终点站的时候下车之后 那因为没有人行道 那一下车后面还有车辆来 还没有斑马线 那非常的危险 中心巴士终点站设置的有点不妥 所以要求他们 如果目前还没办法改善 先要求中心巴士起站跟中站 中站可以使进他们的场地下车 我认为设置的站牌非常不适当 因为这边没有人行不到 乘车下车之后就没有人行不到 能够行着 那后面的车子来又没有看到 前面的人又没有看到车子 是哪一部车子来 超车或什么不晓得 所以非常的危险 那今天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交通局的科长到现场来会看 虽然地方一直争取10座人行道 不过还要一些时间 在这之前如何保障安全 21号下午 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能够和公车业者协调 让公车在转进总站的这个门口之后 再让乘客下车 让他们可以接人行道走回家 住户一直在反应说 看能够从这个弯进去他们场站的时候 在弯进去之后就先让他们下车 把这个安全性就可以顾及到 那把危险降低 今天科长到现场看 确实在这边下车 设置的站牌是确实非常不妥 那他回去要跟中兴巴士的相关单位 就是协商 跟他们协商之后 假如说让他们进场之后 才让他们下车 我想这样是让我们的乡亲 下车之后 有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周边社区住户就有2000多户 只是要试坐人行道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会看也要求交通局 尽快的和公车业者协调 保障民众安全 解程慧玲细致采访报道